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多次強調 公帑要用得其所應洗則洗 又說去年泰6000元只是很特殊的經濟財政、政治考慮 今年我在諮詢期間聽了很多不同意見 一般政黨、議員、社會機構等等 都是反對我再延續這個計劃 所以今次的預算案我們沒有包括一個6000元計劃 或者類似6000元的計劃 但是我們是很刻意地定出了一個系列的措施 這個系列的措施是相當大的 剛才我講過是800億那麼多 這個一男子的措施是可以為了不同需要的人 今年是不是為了覺得去年好像在派遣上被政黨滑了 所以今年痛定思痛都是用一個增加免稅額 去令到滿足市民的願望 等到市民可以給你一些掌聲呢 我想不是跟掌聲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們今年這裡我剛才說過 我們會是面對一個相當困難的經濟情況 我們很多不同階層的市民 尤其是我們那些納稅人也都會面對這個情況 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措施 可以幫助得到他們 總政黨怎會善我呢 曾俊華形容過去一年 香港的經濟好像坐過山車 而本港的經濟將會受到歐債問題困擾 本地的出口特別困難 所以我們今次這個預算案 真真正正我們堆定沙包 想著怎樣去應付 跟著來那個困難的時期 他又有總結任來的表現 我在過去這幾年都是一如既往 以市民為重 用心去做克服一些困難 這些困難這幾年都不少 但是做到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我們那個公共財政 都仍是非常之穩健 我們亦都有足夠的資源 我們今年可以令到我們可以撐企業 可以保民生 更加亦都可以留一個好的狀目 給下界的政府 我覺得這些方面都做得是充分的 去留我未想過 我現在要離開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何榮生 謝謝 感谢观看